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南京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 因当年的江南省东西分制时而建省 人均国土面积在全国各省区中是最少的 但我们都知道江苏省在中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经济强省 虽然当年富可敌国的江南省被拆得四分五裂了 但作为它的候省 江苏依然发挥着它最大的优势 成为中国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 我们再来说说江西 江西省简称干是江南的鱼米之乡 古有无头除尾岳户敏亭之称 江西开发的历史可以上述到距今一万年以前 商朝时期江西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致 春秋战国时期吴岳楚三国纷争江西 秦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江西属九江郡 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时 江西属扬州 可见江西的实力非同一半 最后我们来说说浙江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长江三角洲南亿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可以这么说 浙江绝对称得上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 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 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起飞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经济 至2013年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 连续21年位居中国第一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三个省哪个实力更强一些呢 你觉得这三个 schwer地来的吗 真的一样